大家好 Hello Kevin Hello大家好 歡迎大家去東州投資會 那就循例介紹一下 今天是星期三 由國龍政權投資經理方澤橋 Kevin和大家聊天 大家有什麼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問 就幫大家轉答 希望可以解答大家最近疑難 那就報一下試 今天恆指收穫17845點 升了54點 成交金額是842億 重要資訊 包括是標普下調5家美國銀行的評級 南籌股普遍錯 碧桂園再創新低 那就交給Kelvin說一下走勢 因為連跌了多天 今天就升了少少 本身本身就升到28點 升了200點左右 最後就結伏收窄 最後升了54點 接下來走勢 這個時候是否薄反大 走勢會怎樣 就交給Kelvin解答 其實今天和昨天也是曾經升上去 大概250點這個位置 不過很快就沽下去了 搞到美市其實升得大概幾十點左右 升幅大幅收窄 暫時其實港股受勢於資金不足 今天雖然是上升 但是呢 其實成交只有842億左右 都是偏弱 連續兩天都升了 其實之前來說 好像連續都下跌了六七十個加月一日 19,000點 一直滑下去就是17,000 最低是17,600 這些位置 其實已經有支持位 支持位之前就會在18,300 在18,400這個位置 穿在這個位置 港股也比較沒有運行 始終第一 人民幣的貶值速度也是快 之前對美元跌下去是7.3 之前也說7.1 就是政策底 現在下跌下去是7.3 這個勢頭就真的很弱勢了 搞到現在港股也沒有辦法了 因為其實在內地來說 例如PMI、PPI一些重要的數據 其實在7月份全面都是走弱的了 它一定要令到人民幣貶值 提供出口 才可以令到內地的經濟走上去 所以在舊經濟和舊股市的情況下 就選了前者 舊經濟才到股市 暫時 我想港股之後 日子都是有反彈 但是都不會有什麼大的升幅 之前去到20,000點 其實的阻力都非常之大 跌到這個 現在跌到1,800 1,700 在我預期之外 老實說 因為下半年我都預計港股 內地都會搞舊經濟 把一些措施出來 但是走到現在來說 都沒有真正的一些大的 一些舊經濟、減稅這些措施 都有一些減息的方案出台 但是看到力度都不是很足夠 那些內房都是死水一談 說了很久的了 中長線都不要去碰 還有一些物館都不要去動 港股都是走一個弱勢 有機會港股有形成一個技術性反彈 都是說一句技術性反彈 就是彈了一彈就散 可能有機會去到10天遥平均線 現在是1.8300-400點這個水平 我相信淡回去 大家可能都要減一減線走一走 看到連升兩天 勢頭都是好些 沒有之前去得那麼急 營來一個板彈之後 大家都可能要減磅走一走 所以趁機適當走位 但是你看到現在港股 真的跌穿10天遥平均線的距離都比較遠 現在是1.7800點 跟10天遥平均線都是一段距離 所以我覺得有機會反彈 但是之後的日子都不會好過的了 嗯 我看到其實那個成交 之前是破了1000億的 現在又回落了800多億 其實是反映到大家的氣氛都… 就是這個意欲都一般的 真的在這個市場底下 所以也很難去減 是啊 那看到其實大家都不願意入市 坐貨就先坐 但是你說入市的話 這個時候呢 很多人都不敢去入市 因為很多時候一進去進場的話 又坐過了 還有很多人都已經整手蟹貨了 那麼再入場的話 其實呢 就是蟹上加蟹了 所以來說這個時勢呢 就是我都不會叫人去大手 去現在時候入市 你說 少許入手 打一打 是啊 就是兩三成倉位的話 我覺得入市都摸一口飛 因為始終去到一年的心底 那就是… 就算是入市的話 都是暫時來說 都是搏反彈山上去 就是中長線 就算大籃籌都不用怎麼想著 因為勢頭這麼弱 升市都不會持續的 就是可能升得半個月左右 那又是對回來了 那麼現在由8月1日就沽到下去 現在就是8月底接近了 那麼看來都有反彈 但是不會有什麼升幅的了 港股股 所以大家都要認真考慮一下 即是踏上去的時候 要撿一撿倉 去減持手信的股票 要不然呢 就整首蟹貨呢 可能呢 就開到要12月的了 好 那麼我見讀者 就問了一顆的科技股 不如就直接說一下科技股的版塊 讀者就是問了 918 3690 9988的操作 那就是沒有說 有什麼背景 那就解構了這三隻 那麼9988 最好9988和什麼 9618 對 3690 那麼看來這個細頭 最好看走勢就是3690 因為始終呢 它都沒有去到大概6月的低位 大概110元左右 但是你看到9618呢 其實已經去到一個 就是比這個11月份呢 就是上年11月份呢 是更低的一個水平 上年11月份呢 都是139元 但是現在跌到130元 始終它的業績呢 雖然它那個增速呢 是比較好的 但是市場就不怕它呢 就照樣就沽爆它了 所以說呢 你看到呢 京東在出了業績之後呢 就繼續都是下插 那如果最差的話呢 反而是京東集團 那因為已經跌穿了11月的支持位了 那大家想一下 它跌穿了11月的支持位 已經去到 看來歷史新低 上市之後的新低 大家可以留意著 130元這個水平 那所以建議大家呢 現在這個水位呢 就不應該去京東集團 就沒有想著了 就算薄反彈呢 都沒有輪到它了 反而呢 那八百呢 叫做業績就有交代了 所以來說呢 你看到呢 它的股價呢 雖然是暴力加通的底線 不過呢 其實都算是硬正了一點的 因為呢 我之前已經硬正了 是啊 你說6月那時候呢 它是70多元啊 這些位置 現在都算是87元 之前來說呢 你見到阿里巴巴巴呢 就是大市一動的時候 它就一定是 就是跌得最金的那一隻 但是你看回這幾個月呢 其實呢 它是穩了很多的了 第一 買金服又有些微目 是不是 那也都有分拆的概念 那所以你在幾個大層面的底下呢 你見到阿里巴巴巴的走勢 就要好一點 那麼業績也都有所交代了 所以阿里巴巴呢 我相信呢 也都可以提高一線 那所以呢 大家在股價的走勢呢 就不想說 我要貪便宜 我要買一些便宜的 就一定只要9月100 就未必 那始終呢 有些基金 或者有些資金 就追進去 例如 3690 9800 它們就會提高一線 那所以科技股呢 我相信呢 這兩隻就會跑先一點 那除此之外 大家可以20 1042 快手 快手 在早前呢 就出了業績 那次季呢 經調整日利呢 就升到上去 27億 那見到呢 也都 那個 也都轉虧為盈 那線上營資服務 升了30% 那見到收入去到143億 那麽 其實呢 那幾年呢 也都去到14.8億 那 那麼 去年同期呢 呢 是虧損31億的超過 那麽 那麽 其實呢 那麽呢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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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做得比较優勝 我相信快手之後的日子 走勢都會不錯 如果不是抖音沒有上市的話 其實抖音也是不錯的 因為連報沒有出 所以大家不知道走勢如何 但快手在直播帶貨方面 其實直播方面是做得不錯的 看到收入升了30% 亦都帶動到整個營收方面有明顯的改善 所以我覺得快手這隻股票 在大概60元這些位置可以有所支持 如果跌回到60元 即是如果市況逆轉的話 快手真的有很大機會 上回70-80元這些位置都不出奇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它低位的時候30多元升了上去 現在升了一倍 不過大家留意著 這隻股票是由400多元跌下來的 現在可以做到轉規為盈 其實都不容易 因為其實每年虧出一些工資 如果要做一個業績帥氣的話 都是一定的一些時間 不過其實它不是很久 它那時候2021年上市 那時候當然是火爆 那時候是400元炒到上去 跌下來現在是6-70元 其實也在這些位置賠了很久 所以說要走的人都應該走得完 你說400元就算升了8-20元 你也不會走 所以說那批人就還有時間坐 如果真的300-400元這些位置 就算IPO買入 你還未走的話 其實也有時間坐 所以這隻股份我覺得 在走勢上可以在波技股上 都可以秤高一線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著 快手的走勢 是的 都想問了8度 因為8度也是剛剛公佈的業績 升 今天就一說次季營收就剩餘期了 今天都升了5%的一度 超過 最後收過 升了4.4%左右 看見8度 其實它的業績就真的蠻不錯的 它也有吃正 除了吃過大貨之外 其實民心一言 其實也都令到它一個收入的 一個未來的增長的引擎 現在說到AI 這一類型的一些概念 當然如果說 Track GDP 之前都說過很多次了 8度是完完全全是做起的話 其實它的營收的方面 一定會比較火爆 因為看到了 其實這一方面 現在前序的收益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你看到8度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的收入 仍然都是來自很簡單的搜尋器 廣告的收入 但未來如果靠Track GDP 有機會在那個市場上面 有一個領先的一個地位 所以我覺得8度 它又走上 在這個120多元這些位置 就真的有個支持 122、123 它就見底回升了 128元 所以它 一出去之後就打上去 所以可以 這隻股份 我覺得可以看高一線的優惠 可以 這個時候跌了一輪 是不是可以趁這個時候吸納呢 是的 其實這些位置都可以分斷吸納 但是這隻股份 反而是可以中線去看 始終它有一定的暗度 防守性都不是差的 所以跌了這麼多 劫積又帥 為什麼這隻又不會選擇它呢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著8度的走勢 是的 跟美股你分處入 就是你可以分很多處入 始終 是的 你一手一手買到 EXSA都買到 你真的有時間買 可以 因為這些 就是美股來講 它現在可以一手 就是一手都是說多少錢 都是百多元美金 所以不同 跟比亞迪 這些一手就十幾萬 可以買到多少手 所以 我覺得這個板塊 仍然都是一個挺可趣 那說起比亞迪 我們看看它的股價 好嗎 EXSA 那麼暫時的股價呢 借著220元 那麼其實看到它的那個 業績當然是挺對版的 亦都可以出了形式 在較早之前 那麼 那麼 出過量每月的月燒 都去到二十幾萬部左右 所以來說其實看到它的那個 營收啊 都有一個挺明顯的聲勢 不過在較早之前 其實那個累積的升幅真的比較大 對啦 那麼由差不多一百九十元升上去 大概二百八十元這些位置 升了接近九十元的 那麼 雖然說現在的回調 我覺得也是正常的 那麼去到二百二十元 看看現在就能不能找二百二十元這個位置 看到這幾天的影下影節就比較長 有機會就見底回升的 那麼最近一些的 其實一些的新來年汽車股 都有比較大的波動 不過它呢 好像又不是很軟動的 都是在二百二十元這些位置 那麼所以企定二百二十元呢 如果大家真的有閒錢 也有幾大量資金 真的可以買一手半手 就放回在那裡了 那麼記住 大前提 你不要想著一手就一定中的 那麼可能有機會再下跌的 那麼所以說 即是沒有一定的資金的能力 叫朋友呢 我就覺得你就不要玩這隻了 因為一手呢 差不多是十一萬左右 就是你要溝通過 就是起碼有機會 如果市貌一逆轉的話 它有機會再會下錯的 那麼所以也是 分住去吸納 不如說開車股 說三小汽車吧 因為之前升得很厲害 勢頭很厲害 然後之後就一跌再跌 現在又怎麼看呢 即是經常說金九銀十 都快到九月了 新能源汽車呢 我都比較看高的一線 因為始終 如果內地要推動經濟的話 汽車的版法 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一環來的 那麼之前就是不要 一些的 汽車股 內地都推進一些新能源汽車 雖然今年來說是沒有減稅 不過 看到它的銷售 仍然都是比較樂觀的 那麼 例如2015 李想汽車 那麼 它每個月的銷售 現在超過三萬部 也都跑贏了三小汽車 其他的汽車 那麼 所以我相信 這隻 這隻 李想呢 都在這百五元這些位置 可以做一個整顧 大概 在這五十天移動平均線 就會做整顧的了 那麼有望繼續走上去的 那麼 所以一些短期的一些震盪 也有 因為跟隨它大股走勢 那麼它呢 都有回落的情況 那麼 但是呢 回落也有180元 其實回落了接近20%的了 所以我覺得呢 回落的 幅度呢 都差不多的了 那 即是大家如果 又沒有什麼大股錢的話呢 我寧願 大家可以選一隻 理想汽車 因為它始終一手 只不過是15000元左右而已 那麼 那麼 這隻股份呢 我覺得呢 是一隻不錯的 中線的投資的一個 直撥在這裡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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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鵬汽車 那小鵬汽車呢 雖然它的業績 仍然都是虧損當中 不過它 G6那個銷售呢 仍然都賣得 真的幾不錯的 那麼 所以說呢 我覺得呢 如果大家 風險可以承受得大一點點 就可能會選這隻 小鵬汽車的 因為呢 其實回落了 其實都接近了 30元左右的了 那麼 所以回落的幅度 都差不多 即是3分1 接近了 30% 那麼 比較多的了 那麼我覺得呢 紫碟回升呢 看到呢 現在最近來說 都是60元 這些位置 做整股的 那麼 如果那個市貌呢 升上去的話呢 我覺得那些 那些公司機股呢 有機會率先 會跑先輸 跑先輸 所以這兩個方法呢 就記得大家留意一下 我都持有 2人15 和 李商汽車 和 小鵬汽車 兩隻都持有 看一看今天圖表先 那就是內房股 近日的表現 那就是 車子全部跌的了 那就是 最厲害 當然是一桂圓 那內房股 就是 我想都是 建議不要碰了 但是怎麼看 他們的情況呢 其實如果要升的話呢 其實年初一定會升了 那就是 到這個情況 它都不動的話呢 還有你看到 就是 就是 壞消息 負面消息 一路接一路了 就是不是這隻爆 就是那隻銅牌 那些人還有信心去 去玩內房股呢 是 就是之前又出了這麼多招數了 又說 提升借貸 是不是 又說放水 就什麼都齊了 但是為什麼 迫衛現在這麼大的一個龍頭的民企 它都還不起錢呢 就是這個大家 值得去深思這個問題 那為什麼 就是 之前是不是不到位 還是什麼問題呢 是不是 那是龍頭來的 就是之前 我覺得是 之前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它救市 是先救那些龍頭股 那些大型的民房 那 你說型不型七是不是 那當然是一個大型的龍頭股 但是它現在 連息都還不到 搞到這些債券都要停牌了 所以這隻股份 大家真的 就是整個內房的板塊 大家都要小心一點 有短炒可以 不過呢 中長線 真的要看那個 銷售的能力 去到哪裡 還有你看到 內地的那個 那個樓價 還是下滑的當中 可以這麼說 問那些朋友 有價就沒有市 問過中山 甚至問過深圳的朋友 都沒有人買 是不是 有一個價錢 那些價錢都浪得很高 因為減升 對於他們那個 借貸 負擔 就是還款的能力 都不是很高 所以他們現在 暫時都還頂得住 不過 未來就未必會 如果樓價一直下跌的話 都未必會頂得住 所以內地的樓市 真的要留意著 現在這樣的情況 有價沒有市 信心不足 大家都在等待機會 雖然購買力 也不是很高 人們借租樓 都不去買樓 暫時內房的話 我就不會再去碰 有機會升高位 還要走 還有朋友 好 然後想問一下內需和餐飲股 讀者就問99229毛9 業績不錯 但是為什麼今天會跌呢 怎麼看前景 還有有什麼價位可以買呢 其實現在跌到去 看起來 就是去回11月 接近11月的低位 12元這些位置 現在其實這些股份 都叫做 跌到去一個叫做 跑輸整個大市 因為11月的時候 14,600 6,800 現在港股 就算跌上來 都是17,000 17,000 17,000 18,000 但是它跌得更加急 所以它的走勢 真的一般 看看 能否守得住 13元這些位置 買入 可以試 很快就知道結果 你是否能保護它 只要穿過12元這些位置 12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你應該走 因為 你會繼續穿到低位 所以現在可以先試試 進一住 吸納一下 差不多這些位置 12元多錢 其實已經可以進入 因為和11月的低位 其實差不多 就是再跌下去 如果穿了这个位置就会继续下策 可能真的10元都保不住了 所以很快就知道你有没有猜错了 它的业绩是挺不错的 但是内地的经济仍然是疲弱 所以内需始终都是受到内地的经济影响 看到就算不是狗毛狗、海底low 其实都最近那个股价 都不是有什么好的走势 华润啤酒291 都是下跌的当中 都没有什么大大的起息 就算这些 之前来说60多元其实防守性很高的 在酒制上挺不错 不过内地经济要转换 连啤酒都不买 是吧? 啤酒都不喝 但是前景怎么看内需 虽然经济效果 但是比如餐饮、润啤这类的话 会不会有什么吹发剂 令到他们会好一些呢? 内地就一定会推出一些新的 一些旧市的一个措施 在在后的日子 不过力度就真的要看它的情况 我宁愿等它 就是出了招数 你才买都未迟 因为现在跌势都是很持续 你看到就算什么位买 接近都是输钱的 那它有理由相信 它是有继续下跌的风点在这里 所以我宁愿大家留有些资金在这里 再看情况以后才再买 你不要想着12个多元钱 可以买狗毛狗 其他餐饮股都是差不多 其实差无几 但在游股来说有没有有哪一种 他们觉得算是比较理想 或者是值得高一点的呢? 看看海底漏 我们看看海底漏是多少号 海底漏 海底漏好像它的股价也蛮不错的 662 662 你记得股价就比那只好 今次还未跌 是啊,未跌也是OK的 之前 列口高开之后 其实还未有 现在开始在报列口 一跌之前 在8月初的时候就升穿了之后 业势不错 现在升穿了上去 但现在是保护了 有机会整个离口保护19.5% 才有支持 如果想买的话 可能等待这些位置才去考虑 而且现在的10天瑶平均线就跌穿 开始交汇和20天瑶平均线 短时间来说都是看淡的 这只都是一样的 168 最近看到海底路 推出有新业务 有新的服务 有洗头服务 什么招数奇之都招出了 是的 其实海底路 大家如果在内地来说 都没有以前那么火爆 之前回台里有4-5张 现在可能3张都已经很厉害了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回到内地去看看他们的情况 没有以前那么火爆 这些人始终未贪新鲜 一个企业不会永远 大家都可以等两三个小时去吃饭 可能等一次两次 第三次可能吃第二间 大家都想到的情况是这样的 所以炒股 其实都要留意着他们的生意 这些走势 其实走势 其实走势真的不太好 但是以前餐饮比较好 还是比较好 也是的 但是也会换换捏口 都是 都是 弱的 沙波沙波 520 看到了 走势也是一般般 真的不太好 刚才我说了 这些餐饮业也是 现在就是在做3.8左右 看到股价 都是下跌的轨道当中 但是有没有机会是3.6 这些存定 未见有一个升势 至少见到原底的升势 你才去买入 你见到走势都是在下跌的区域 第一 资金又不够 整个市况都没有资金 暂时来说 这些股份 都不是一个很好的买入 买入很大机会 都是先坐着 是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感谢Kelvin你的解答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